大批民眾驟足 在喬治亞首都特別利息的烏克蘭 大使館外 原來他們通通都是來排隊 想加入戰場 用行動力挺烏克蘭 除了喬治亞 還有許多美國加拿大民眾 想加入志願軍 像這位加拿大廚師 另外更有不少因為對普京反趕 遠走他鄉的俄羅斯人 也想替烏克蘭處以奮力 外國人想挺進烏克蘭支援 戰火之下更多的是想撤離的五股百姓 許多人無奈卡在機場進退不得 只有少數人能幸運緊上車 還有一群來自鋼果印度肯亞 在烏克蘭的留學生 他們聲稱被阻止搭巴士 還在波蘭邊境時被擋了下來 這位留學烏克蘭的鋼果學生 艾布蘭科指控 只有烏克蘭人能進到波蘭 因為他們沒有烏克蘭身份無法通過邊境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歐洲商務客 因為歐洲的禁航令卡在俄羅斯機場 動彈不得 烏爾大戰戰火之下 最無辜的還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近新聞是有曾江振興報導